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阿努特保陰災无轮转资格 立时离宫 究竟什么事得罪太后 看不到你武夷天下的太后 都颠三到四, 曲直不分 太后还要预约房 认明千杯饮是什么来努 会不会是骗局一场 欲敬重生, 都是太监心底的希望 你敢做我何苦呢, 只要你告诉我 老师, 那个流禮瓶是谁得罪的 你这件事是庇佑之父 我也好跟安爺交差 師叔、師父, 怎么了? 你什么都不肯说 老师, 你怎么这么笨 为了平安的弱恋 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谁辞出良胎就想做阉人 都是为世所逼 欲敬重生, 谁不想 你看这个俊弱是我们太监的希望 俊弱, 喝酒会死人 你被骗局骗了 我知道他可以, 他可以的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暴斃的小太监 他年轻力壮怎么会那么容易死 如意已经诊断了他的死因 就是服了这只药才会死 这些前辈饮尽, 欲敬重生 全部都是废话 德海不会骗你的 如果是德, 我们每个搶着买 就是了, 什么灵丹妙弱 都是骗人的伎俩 那些人很可憐 看中央我们的弱点来骗财 我知道, 这弱点得来 我保证不会追究 你说吧 好, 我和我说 那个是阳教的地方 有个阳教舍为百声赚以示弱 只要你跟他说是公公你提醒 他就会带你去一间很小的房间 放开我 放开我… 做得好 扣握手 是 安爺, 全部都是 你这个洋鬼子 假扮全救事 卖解药骗神变鬼 我没骗人 喝了这些药真的会重生 押他回衙门 是 安爺, 这些药怎么处置 带走, 全部消毁 找到一瓶藥油了吗? 找到了 好 舒服吗? 得海, 我出心污蔚 一无是处 为何你还要对我这么好 傻了 丈夫和石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告诉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你更高兴 我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 不用 你已经很好 得海 以后你一有空闲 就要回来陪我 让我不再胡思乱想 即使你功武繁重 你也要收书回来 告诉我你有多想念我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以后我多点回来陪你 你答应你 你要不要 你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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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石夫君病逝 未己私下離開將軍府, 不知去向 你和他關係非淺 我做了甚麼 真是 若果我做了一件事 我去都做了一個 我所做的成績 缺乏 無可 我才做的成績 我聽到我 ест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公主, 你開門吧 你是甚麼人?我不認識你 你是和尚, 身子虛弱的和尚 在御藥房扮鬼嚇我的和尚 你很傻 出嫁前還在城牆外送了一個雙喜給我 你比我在御藥房還歸了很多心思 想了很多謎給我 那些謎全都是藥材名 是 雙喜 如果西太后叫你去找我 就請你回去覆命 王你從來沒見過我 你夫君病了 你身為陸甲離開將軍府 你已淫身七七四十九人 你開始惡心, 嘔吐, 頭痛老丈 屁裡之極 夜眠不安, 多夢昏运, 心跪魄 公主, 你心陽虛損 血氣不足, 難以夫部全身 要十月懷胎, 無夜致殘性命 你就讓我在這裡血勢無爭 安安靜靜地生個孩子下來 將軍大人求你引胎 都是想保你性命 他們只是擔心我一死 他們就惹禍上身 你又何夫這麼執著 我明白你思念亡夫 不捨得福中快樂 但是你若不跟風 根本就無法熬懷脱十月 無論要付出什麼都好 我都要把孩子生惡力 劉毅也尚且偷生 是人都求生, 是你求死 連東太后尚如幾個月受命都掙扎求全 你怎能以致自己的生命於不顧 太后吉祥, 公主回宮 我再向太后請安 公主吉祥, 何舍 公公不想見你 想起你幹甚麼大決 如果不是太后 恐怕公主也不肯回宮 太后 太后, 苦口良藥 即使只有一絲希望 你也不可以輕言放棄 哪怕是兩個月還是兩天 你也要堅持 你叫我又憑甚麼堅持 我又有何意亂 大青江山不和我作主 黃兒的婚事我也管不了 至親又捨我遠去 還是本宮心存大道 對慈禧如是對你亦如是 當初本宮不應該讓你下架 得輝累你成為新瓜 我對不起先帝是我罪無可恕 所以列祖列總要懲罰我 太后 我沒怪過你 我和雙興的確是有緣無份 皇兄, 王興奔天 你就是我自親 你還要看我的孩子出生 我也很想抱抱, 我說疼你這個夏兒 但我很清楚 你夏兒出生之日就是你死去之事 難道你要本宮久而殘尊 看著你去死嗎 不會, 我是不會死 太后, 公主不會死 她倆母子, 必定母子平安 只要公主留在宮中 我姚雙喜說過 一定會心替公主調理身子 好讓她順利搭鞋 所以奴才肯稱太后安時復允 只要心存希望, 氣血暢膽 你的命奴才不敢說完全康復 但只要能替太后續命 即使半年, 甚至一年 也不是說沒可能的 真的可以? 有可能 誰說天而難為? 我和石就跟你一起證明 人定姓天 太后, 上天有好生之等 公主千辛萬苦 都要保住福中少名 太后也要珍惜自己 太后, 心如止水, 才能放下 本公實在難以平靜 又如何放下? 世間有承住懷空 人有生老病死 太后若不放下心結 煩惱只會自沉 本公只是不明白 何若有人壞事做盡 但就長命百歲 而好人就沒有好報 恩怨果報, 是福是和 乃自己一手造成 不可怨天由人 那何為恩?何為果? 欲知前世恩,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仲使百千劫, 所作業不忘 恩怨會如是, 果報還自殺 大師的意思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時不報, 是神尾多 太后所言甚時 我從恩生相由願見 恩果報應, 師好不爽 太后, 你終於肯吃藥了 不怕藥苦嗎? 多少生關死傑本宮都闖過去 這次我一定可以捱過 是, 勞才馬上去 蓮莉, 你有什麼打算? 六皇爺雖然鮮有回宮 但是這裡一忠一見 也展示六皇爺實事實干 即使我有不守成規 也是為國為物 對皇位更加沒有技餘之心 唯獨有一個人, 令他耿耿於懷 這個人, 必定是他的寶貝仔在哉情 沒錯 我早已奉聞哉情, 私得有虧 就在去年, 哉情在京城三元里 借走行兇, 調起物女馬小卿 他父兄前來追究 在情就命人把馬氏父子打過半死 一個失明, 一個傷腿殘廢 最後馬小卿收份交加, 自盡失望 枉六皇爺一世英明 竟然苦苦生犬子 地方官員要把在情送去忠仁府處理 不過始終骨肉至親 六皇爺花盡心思, 才平息時短 在情最後得以脫身 六皇爺切腹之痛, 就是恨鐵不成鋼 要六皇爺心願成福地幫皇上 就要用攻心之策 究竟是你們倆高心莫差 還是我胸無成虎?我不明白 為父者, 六皇爺夫人自己 為國事疏擾管教, 枉為人父 為皇者就獨欠賦杯扶持, 孤立無患 只要他們一拍即合, 才能水到渠成 三順你不用明白的 你只需要依計行事 總之你記住,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就要做到面面俱緣, 成其好事 這句我明白, 接著怎麼做? 只要皇上贖到一篇文章 就大事可成 皇上可好 真奇怪, 以往皇帝十幾歲就大婚 但是我們皇上就快到若貫之年 皇上的婚事仍然一波三折 其實萬事俱備, 只不兩功太后守行 皇上去了哪裡?再找不到皇上就不得了 你…你去那邊找… 你去那邊找, 快點, 快安步 奴才叩見六皇爺 快別再來 謝六皇爺 看你們行色慌張, 到底發生何事? 皇上要去損後, 但是皇上不知所蹤 皇上每有心頭鬱結都會走上來這裡 皇上和奴才還經常提起 皇爺當年和他一起 跑上去角樓看鳥仔的事 皇上說當年皇爺抱著他 看著鳥仔一飛沖天 感覺的何其快哉, 永之難忘 房眼已經這麼多年了 皇上 皇上 奴才參見皇上 臣參見皇上 六皇叔 朕終於等到你來 永遠忘知道皇上如今舉報為奸 但如果皇上認為正確的 就必須堅持 為君之道, 必須先傳百姓 若損百姓而奉其身 猶如割骨以彈覆, 覆飽而身弊 是 只可惜皇阿馬英年早逝 其實朕一直都很羨慕在情 有如此通情達理的阿馬 我何尋是一個好阿馬 雖然骨肉雙年 但可惜未能推心致腹 反而和皇上就可以暢所欲言 只可惜朕還未能一展抱負 皇上有治國之心 不過未知可有治國之道 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 而忘有邪氣奸其間者 皇上, 當日事際滑腸機 皇上跟羅才說過一番抱負的廢婦之言 羅才感動甚深 楊仁之滑腸機? 是, 由六皇叔設立同盟館開始 人人都說要引進太西之學 可惜時光飛逝 倡而鐵路總是停滯不前 其他的更加是一籌莫子 楊仁之所以船堅拋離 就是因為楊仁不會故步自封 所以他們才能建造火輪船 電報機和蒸氣機 大清不想再被列強欺凌下去 必先要發奮圖強 好, 皇上所說的 正是本王心中不吐不快之極 假如世太后為難皇上損後 意在令大夫押後 而無心還政皇上 世太后才真正是難此其咎 陸王叔, 事關重大 千萬不能夠信口開河 不過本王爺開城報告 這次回京正好查清此事 不過本王更想弄清一時 皇上是否真正喜歡阿魯特報憂 是本公?又如何? 大清立國以來 素來狀元榜眼探法, 不取其人 當日太后賞識崇宇, 乃人中僑楚 於是破格陰典 是呀 論才華, 她確實是無可自悔 但她又確實得行有虧 是呀 崇宇入侍以來, 受漢臨院收集 其間收屎篇書, 漢臨院失火 她三番四次, 奮不苦身, 救出同齡 如說高峰亮節, 又豈會是德行又虧 要指奪她狀元智慧 但是太后你的用心顯然意見 只要令崇宇, 她含冤莫白 她女兒寶欣就沒資格成為代損秀女 更皇倫損候 阿魯特寶欣並非皇后之選 偏偏皇兒情牽於她 以免擾亂後宮 本公迫不得以才出此下賊 一派胡言 太后無非是戀斬權位 所以才一在阻攏皇上的大婚 以免要切念還政 太后若然執矣, 背契作戀 將大政江山玩弄於子長 本皇是絕不孤性的 本公亦想皇兒早日掌管大統 可惜皇兒去年事尚佑 一旦親政, 恐怕會遭人祭肘 皇上處處祭肘正是西太后來 只要還政於皇上, 太后從旁康復 皇上才能獨當一面 我遲遲不讓她大婚 是因為她大氣未成 六爺, 你也為人父母 在情他在杭州醉走生事, 殘害無辜 六爺, 你也要為他四出奔走 敢問一句 你還敢不敢對在情委以重任? 是嗎? 為本皇教旨無妨 皇上的胸懷大志 又怎能和我的不肖子在情 同一二與一? 當然不同 在情不肖可以將他投閒自殺 若然皇上稍有差遲 江金大清隨時不補 一切都是你堂室的借口 一旦皇上未大婚 一日西太后仍然大權在握 沒這樣的事 想當日, 你撤去我義正皇之位 我已再三告解西太后你 萬萬不能閒差答錯否則 我會動用先帝的物照 按照祖宗家法, 將你處死 六爺, 你終於有機可乘 本公跟你說 即使你要處死我 你也不可以獨善其身 六爺, 你還記得 今五年四月發生什麼事? 當日六爺, 奉子前往山西鎮災 事後查核帳目 十八萬兩災銀, 不逆而非 新未年六月, 甘肅回民 亂事剿平多元 你身為監軍 未能奉旨黑日回京覆命 本王 本王也是 是另有苦衷 也是為了大清 你以為有本王的把柄 我就要引起吞聲 我的所作所為 都是一如既往, 為大清設賞 我欲有不朝子 都只因我捨身為國, 疏於管教 你若然想置我於死地 我就會替你玉石俱佛 奴才叩見皇上 平身…借皇上 結果如何… 托皇上鴻福 太后和六皇爺處理初傷之後 太后終於肯讓步 已經頒下意旨 只查證崇宇德行有規一事 並非事實, 刻日平反狀元功名 那保陰小主就可以重返皇宮選秀 太后還恩准皇上可以 除自己意願選候 朕可以立保陰為皇后 朕可以立保陰為皇后 皇上精誠所致, 金石為開 朕答應你們, 以後無論有什麼事 朕都會鼎力相助 謝主隆恩 老烏龜呢? 朕一定要當面誇獎一下他 太后召了他回長春宮 好吧, 本宮終於答應 給皇兒立保陰為后 你滿意吧 奴才請太后恕罪 你明知六爺手上有我的催命符 只要他一出手 本宮為求保命 必然會答應給保陰為后 聶公親王威嚇本宮 實在該殺 奴才罪該萬死… 只不過你又擔心 若然六爺動起真章 我就性命不保 所以你就交出六爺罪證 要本宮奴記心中 你就是想保住本宮的性命 連應該想 奴才做任何事 都是為主子著想 言下之意 若然你不出手 本宮就會鑄成大錯 那你說吧 本宮有什麼錯? 太后怎麼會有錯? 錯的是奴才 少說廢話, 本宮要聽真話 請書奴才斗膽直言 蘭軒小主為人心凶狹窄 誠虎太深 若然為厚, 後彎無窮 相反保陰小主 言諒閑淑, 才德兼備 太日必定能夠武儀天下 後宮和氣致場 也不一樣 況且皇上和保陰小主 兩情相悅, 兼貼情深 但這一點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太后依然執著 對東太后的怨恨 太后顧慮保陰小主 是東太后的親族 擔心他們一口連城一線 和太后幹衡 但奴才認為 那就是暴風捉影, 只虛烏有 但過去發生種種 都是千真萬確的 即使這麼多年來 東太后是假裝偽善 但是如今他若惜無靈 這件事不是偽善的 人知將死, 奇言也善 如果只是執著一點怨恨 而令皇上抱陷終生 群臣誤會太后濫厥 你這樣做值得嗎 本宮最憎恨就是人前人後兩個樣子 最怕人口密覆叫 為何我身邊都是這些小人 太后 太后, 奴才並沒有背叛之心 奴才擔心的是因為大婚一事 太后和皇上誓成水火 太后 本宮真的這麼執著 太后 東太后已經病入高方 你何苦跟她計較 奴才真的不想 太后到頭來失去更多 說到底還是奴才膽大妄為 對, 奴才罪該萬死 個個都是虛情假意 只有你不怕死 還膽敢教訓本宮 好, 本宮就姑且留你久命 好讓你繼續活受罪 起來吧 謝太后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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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很好的 好呀 什麼好呀 還能助重重嗎 我告訴我 金粉四淺, 開枝散葉 復清打開, 休災休災 昨晚本宮聽見烏鴉提叫 心有戚戚言 整夜輾轉難免 滿腦子還是未批完的奏捷 閃金回變又未平定 江西瑞昌又有暴民 洋人無辜送來兩台大炮 居心頗策 冬太后藉口閉門養病, 更惹人私疑 這趟大婚還未開始 已經有官員彈劾, 豪費過大 奴才知道太后憂過憂文 但說到底 今天是太后娶媳婦的大好日子 正時應該暫且先行放下 皇上大婚很快就會開枝散葉 到時太后就可以龍孫為樂 晉響天論, 不是多好嗎? 可惜本宮不是尋常民苦 兒子亦不是普通人 他是九五之尊, 要統領天下 稍有差池就會禍國殃民 正事如是, 家事亦如是 暑怒才直言, 太后面對國事未能放下 對皇上未能放手 對東太后更是未能放心 到頭來苦了自己 廉英, 別放肆 太后, 東太后如今有病在身 每天心居簡出, 敲驚養病 相信他也沒能力打什麼壞主意 蓮英, 你一副好心腸 處處為人著想是好事 但人心難測, 一刺不忠百刺不勇 你亦不須為東太后說好說話 本宮吃過一次虧 絕對不會再重蹈覆轍 防人之心不可無 即使他化為一袍黃土 本宮亦不為所動 太后的墨象和氣息的確好了 而且再沒有言談永濟 相信可以精神逆逆, 替皇上主持大婚 真的嗎?我多擔心我面容潮水 力有不計會雲缺當場 如果因為我這身煤氣 壞了皇上的好日子, 那就罪過了 怎麼會呢? 太后你紅粉飛飛, 紅運當頭 看著皇兒, 從崩崩跳跳的孩童 到今天長大成人, 娶妻生子 我真的很高興 人人當我是至高無上的太后 其實我只是尋常的良親 太后, 等皇上替你梳妝補份吧 蘇嬤嬤, 為我避招 是, 太后 太后 太后, 吉祥 京士房, 你一人送賀禮來了 內幕府又派人來請假 什麼送禮請假? 只不過考納明目 派人來思探太后的行蹤就真了 一切的事豈不是西太后鬍嬤嬤嬤 難怪太后你心居間出 還有這麼多無關同樣的人出入中水宮 原來西太后還是對你處處防範? 西太后謹小慎微, 難怪會暴風捉影 但她明知道東太后病重 又何苦步步為營, 疑心生想鬼呢? 我還是不出席大婚了 怎麼可以, 太后 我有孝在身 我不出席是理所當然 但是你是黃鴨嬤 皇上大婚, 你期待已久 做人要知盡退 說到底 王兒也不是我十月懷胎 西太后只是她的親鴨嬤 我無謂韜光 亦不想西太后見到我不高興 太后… 不用勸我了 本宮覺得好累, 需要休息 大婚儀式繁重 我也是怕支持不住 太后宽宏大量 處處為西太后設想 相信你的苦心 總有一天, 西太后她會明白 但願如此 你會否有信用 你會明白 你會明白 有些人 你會明白 因為我可以的 你會明白 我可以明白 你會明白 你會明白 我可以明白 有些人 冬太后山山來致,不如再派人催促吧 不必,萬事俱備,再等只會延誤吉時 開始吧 太后,恐怕淤淤不合 冬太后奉體為和,暴利稍慢 應該趕來了,再等一會 再等一會 奴才向聖母皇太后,皇上請安 平身 謝皇上 冬太后是否身體抱揚,未能前來 回皇上,母后皇太后留下意志給皇上 快讀 閘 皇兒再順,甘選得良配,即告成人 謹記事事親功,景日以江山寫跡為念 阿魯特氏得納為侯,當已奉得母宜天下 以德扶君,並時刻以孝為念 敬奉西太后 於此大清喜慶之日 實不敢忘西太后對國事辛勞 妹妹燒衣幹食 念西太后憂國憂民 凡意國事定必親功 如玉大事廢寢忘食 一念一行,皆在利民 實乃大清之處 別讀了 擁藏累贅,無關蒙子 吉時快過了,立即行禮 走啊 皇上大婚,我們是企圖頭張佬魂 皇上有影佳霜,我們兄弟罪頭 都是樂事一見 我們是皇上心腹,只能守門外 真是奇怪,禮儀結束了這麼久 裡面還是燭光火候 你們猜猜,皇上和皇后在裡面做什麼 做什麼? 念唐師 好地地不行,洞房變念唐師 這樣怎麼開枝散葉 怎麼傳宗接代 這些事我們都幫不了手 皇上… 你們進來幫忙 阿…奴才遵命 奴才參見皇后 朕今天真是很高興 能夠和皇后淫師作對 皇后才貌相傳 唐師三伯手背重如流 朕真是為之瀚顏 敢問皇上,奴才有什麼可以效勞? 朕跨下海口 可以回答皇后幾條問題 喜鳥皇后難題進出 朕索盡夫長,都是一籌莫展 若然朕是答不了的話 今晚就只有虛道春宵 那怎麼行… 皇上說你們是他的心腹,足智多謀 那你們就為皇上代勞吧 這樣也行 不可以也行 總之答不正的,就拖出去打 皇后 知難貌千載,請對下戀 有沒有? 我只是清雅雲,我不懂得對抵 答吧,有沒有? 雙喜,你聞出來最好,你答吧 知難貌千載,禽失禍百年 不錯,四書五經指的是…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和忠勇 五經是詩經、禮記、尚書、周易和春秋 黑夜下遺棄,謎底是甚麼? 造伯不分 有甚麼物件?時黑時白,時紅時綠 時白… 有沒有?有沒有? 有… 天壽,你沒說過聲,你回答 是,皇上 是… 回答不了,回答不了就是幫不了朕 朕今晚要虛道春少 不能夠八子千孫 你該當何罪? 皇上,老翠…是… 皇上、皇后和大家開玩笑而已 世間上根本沒有這件事 老烏龜果然聰明 皇后,朕這群心腹聰明了 你們以後代皇后要如代朕搬好 知道嗎? 詐… 其實本高能夠和皇上共鞋連理 都是多得你們的相助 要不然我和皇上寧願軒隔一方 奴才替朱子辦事理所當然 既然皇后宴仲 朕從來都是想法昏明 這裡黃金千兩,是朕賞你們的 謝皇上,皇后恩典 許死來勞令我是聖心的 皇上,皇上,皇上就的 維持一家 皇上,皇上,皇上是堂住 皇上,皇上是前面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